你们还记得我前段时间用雪碧泡在杯子里的浮瘦罗卵吗? 我答应过你们记录它7天时间的变化。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 这是浮瘦罗卵刚泡进去时候的样子。 看着上面都有好多气泡。 过了几个小时后,看着卵就变得更红了。 这是浮瘦罗卵用雪碧浸泡第二天的样子。 看着里面的气泡明显变少了。 雪碧也看着稍微有点红。 这是浸泡第四天时的样子。 杯子底部的气泡完全消失了。 而且有的卵还被泡了炸裂了。 这是浸泡第七天时的样子。 现在浮瘦罗卵的颜色又变回了刚泡进去时的那种状态。 但杯子里的雪碧颜色感觉变得更红了。 这个浮瘦罗卵看着也从边缘开始慢慢腐烂了。 虽然开始腐烂,但它们还是牢牢粘在一起的。 无论我怎么搅都没有将它们搅散。 持续更新中。